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YES國際策局的時候 上一集就畫了個坑,說要跟大家講講阿根廷總統的問題 大家知道在選舉的時候就說,又要脫勾又要不跟中國做生意,諸如此類 上了一場之後就完全不同了,是嗎? 是啊,我發現我們說的阿根廷總統、新總統的水平 我們反而是一走漏眼,是不是? 因為這樣,有一些消息就說 他的思路神神奇奇,沒有不著頭腦,是不是? 又說要撤走央行,又要將20個政府部門斬到8個 哇,就好像無政府狀態,譬如監獄沒有人管 就放給私人,私有化 監獄私有化這件事真是概念多深,不過我們就真是看不明白 就是說,我們很害怕中國 每次在中國接見領導人 中國領導人在北京接見 就是有些大的聖會,由阿根廷總統罰的 所以阿根廷中國的肯定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他一選了這個,好像看民粹,私有化 就是形同休克的做法,休克療法 就突然間人家惹起 中國有一些網絡人士的驚怕 包括我們代理 當時都看不清這個狀態 但是呢 我們回心現在要看一路的發展 我們才可以定位 我們雖然說第一一下就說好像很不行 但是現在開始一路事態的發展 我們就開始來測局 是不是? 因為我們給了大家一個概念 但是真實狀況是不是這樣? 沒有人知道 只是一路走下去才看到真實狀況 好了,原來呢 那個新總統阿米來呢 在社交門在那裡發文 強烈感謝中國領導人 哇! 你看完這件事情 你就會說他是真心 還是假意啊 是不是? 因為呢 在他當選的那天呢 中國最高領導人 就是向了這個米來發出賀電 他祝賀當選的阿根廷共和國總統 那呢 那個賀電的大概 就是我們領導人發出來的賀電大概就說 中國和阿根廷同為發展中的大國和重要新興市場國家 兩國始終堅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贏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 相互堅定支持 各領域無實合作 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中亞友好深入人心 不斷推進中亞聯繫已經成為兩國社會各界普遍共識 我高度重視中亞關係發展 願同未來總當選總統一度 延續中亞友好 以合作共贏 助力各自國家發展振興 推動中亞關係行穩致遠 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而竟然由我們中國領導人 首先出場的賀電 就是說 我們的關係沒有變的 打出定心眼出來 雖然你這個傻佬呢 講一些好像九吾達八的管理政治 管理自己國家的政策 九吾達八 但是我們中國 都有能力 將你的九吾達八 可以連繫一起 做一些推動自己國家有利的政策 或者是建設 所以 那我就有一點點安穩了 感覺安穩 因為 中國在這麼多歷練 在外交歷練 有什麼做不到呢 現在只是一個新的總統上場 口不答八的管理政策 重要過三月的時候 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嗎 兩個國家 伊斯蘭 兩個黨派不同的 伊斯蘭的 什葉和 什麼尼順 糟了 忘記了 Anyway 就是說 倫尼派和什葉派 倫尼派 謝謝大維修 就是說 兩個這麼難搞的事情 和兩個這麼多牙齒印的地方 同一個兄弟 就是那個國家的兄弟 就是那個區域的兄弟 都可以拿起來 簽和解的 那你現在 阿根廷算的是什麼 剛剛出了九吾達八的總統和政府 不是說解決不了的 不是 有沒有牙齒印 我們中國有沒有揮拳出兵打他 反而是誰打過他 是不是 歐洲 直過文 西方 英國 福克蘭戰爭 我不記得 其實不應該用福克蘭這個字 馬島 馬島 馬島戰爭 沒錯 我就是 那時候被洗腦得太深 西方傳媒 我只記得福克蘭 真的不行 要再努力上課 要扭轉這個習慣 就是馬島 只是西方欺壓你 西方集團 不是中國 所以 我們要慢慢冷靜下來 看那個變化形勢 就是說 誰欺壓過你 你自己想清楚 我是一路幫開你的 你又想清楚 你既然說到 你要把你的人民已經躺平 已經無路可走 不是我中國壓迫你的 就是在提醒它 是不是 是西方有些資本的地方 走進來 壓迫到你這樣 搞到你的國家經濟這麼難 誰可以幫你重回 活回百多年前你的光輝時刻 我想你自己會選 我覺得 開始有點 嗯 有些味道 中亞的關係 亞根廷 中國和亞根廷 中國和亞根廷的關係 是互相依存的 我們當然不會說 誰需要誰多些 我們中國 一向都很客氣 老實說 我們中國人 糧食方面 是沒有辦法自給自足 也有很多糧食 是要靠在外國進口的 以及你要提高 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你必須要在世界各地 入一些優質的食物入來 大家去過深圳都知道 那些優質的食物 現在在深圳買得非常便宜 原因就是大量的商品入來 我們當然可以用一些比較便宜的價錢 給人民使用 或者食用 對於亞根廷來說 亦視中國為最大的貿易夥伴 所以今次我們看到 美來的外事顧問 這位外事顧問 將會是美來的外交部部長 蒙迪諾 這位女士 大家看過照片 挺年輕的 因為我們看到 美來其實也是 年輕之人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他很懂得帶動民粹 對於西方媒體 一直在吹 我就看到 RFI 阿根廷總統路線 大轉彎 力舉金尊與中國 這些說法 其實當初我們覺得 你這樣玩法很不行 可以說 美來真的跟他競選前 是很不同的 因為你要面對現實 你面對現實 誰會怎樣 我曾經說過 不好意思 很多時候說這句 你都要有錢 你都要生活 你不是說 你想怎樣就怎樣 面對現實 如果搞亂了 我想你自己會有生命危險 這一方面 大家知道 所以我現在很擔心 內塔尼亞戶 內仔會不會有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小心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這次為什麼要提到 這位外事顧問 蒙迪洛 因為他接受 阿根廷的 電視台 訪問的時候 主持人問他 阿根廷將與中國 和巴西 斷絕關係 這樣說法 他就立刻回答 這是一個髒的運動 的一部分 這是毫無道理 和邏輯的 他就表示 有一點 阿根廷不會和俄羅B 決裂 亦都不打算前往 烏仔 但是會和烏仔 和以色列 保持人道主義合作 世界大勢 沒有人可以逆轉 整個國家要輕盛 其實可以做的事 都會適合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要倒閉 他做的事 不知為何 做來做去都是錯的 這個沒辦法 有一點明定 這一點大家要留意 還有他表示 這位女士 蒙迪諾 就說他 阿根廷前幾任的政府 在過去20年 實施精神的殖民主義 這句話 是不是以有所指 指老美 但是同時他表示 我們不必要改變多年來 對外的關係 這是重點 他說 我們 就 無論你問幾次都好 我都可以 不斷地 給你解釋 這個說法 是毫無道理和邏輯的 意思就是說 和巴西斷絕關係 不要開玩笑 他是我隔離國家 哥仔 和東角柱斷絕關係 喂 他一年給我創造多少外匯收入 你跟我說 叫我跟他斷絕關係 你要我變成窮 這個就不要玩了 他說 不幸的是 相關的說法 已經取得了成果 抹黑 中國和阿根廷的關係 對阿根廷的企業 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會擔心的 對嗎 走資怎麼辦 我整個國家倒下了 到時候真的不方不休克療法 哈哈 哈哈 是嗎 又拍了 交給你 我們講一下 我們主席信出去的賀電 他說 各領域是務實合作 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相記得 阿根廷是有很多個省分開的 其實有很多省長都不太認識 這個新總統 隨時 是說 各自為政的時候 帶出來的麻煩更多 可能反他桌子 有很多人在 所以呢 我相信 在這個賀電當中 是有意思提醒 你未站穩人 你阿米萊先生 你未站穩人腳 在你國家 你好好地 看著辦 有我中國 可以幫你經濟上 大家每個省賺到錢 因為以前都是 扔 那些草這麼多 把那些牛的羊 吃到肥了 就可以拿出去賣 是不是 羊毛可以拿出去賣 是這麼賺錢的 阿根廷人是習慣了這個習慣的 所以 喂 是我中國 可以幫你開發這些經濟領域 而你得罪了這堆省長 你究竟 有沒有可以做到任期最後 沒有人知道 練音更加不用想 我覺得 我們中國 是有些很美麗的藝術 語言藝術 提醒了這位 新總統 接著 你知不知道 這個米萊很快 在Twitter Twitter 這個 他的帳戶上面 就說 回敬了 感謝中國領導人的賀電 表達了良好的祝願 我向他致以最誠摯的祝福 祝福中國人民 幸福安康 如果我是對你沒有善意的 好像拿回巴西那個博實納羅出來 近時那個巴西特朗普 當時他真的對中國很多事情都斷絕了 不是這麼好聲氣 去搭中國的賀電 所以 這次我們看到 喂 誰說 為什麼我們憑什麼 去說 我 我們 中國和阿根廷的關係不好 在賀電的內容當中 我們應該細細去 去想一下 看一下 大家雙方是沒有敵意的 兩個的賀電 是不是 就是說 加深合作 我們將會對人民的福祉 做到最大的 是不是 這個就說 我多謝你這樣對我的祝福 誠意的祝福 然後這個人 是中國人 他和阿根廷 和這次的梵蒂岡 是有一點點 這些有一點點的意見 在這個總統的大嘴巴之下 胡亂說 梵蒂岡也對阿根廷統中 有一點點擔心 但是 最後 這個人 就說 他 再發了一條推文 就說 中國和阿 梵蒂岡的尷尬 就得到了解決 阿根廷正在為全世界擁抱 全世界都樂觀地認為 我們可以重返全球化市場 這是我們這些捍衛自由的人 所期待的直發結果 哦 他原來 不是 我們這裡 叫我們國家 這些什麼什麼私有化 部門 政府部門私有化 推不推得成 另外一個問題 會不會被拖延 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 我們的目的是 回到全球化市場 誰推動全球化市場 大家在你的節目聽了這麼久 知道了吧 誰走單邊主義 自己走一邊 只是自己朋友的 自己朋友的 自己朋友的 就拉在一起 40個國家左右 那 大家可以想像到 阿根廷究竟 是會和中國的關係惡化 還是會更上一層樓呢 啊 這件事 是值得有些回味 細味一下 完全同意 這一點 老實說 今時不同往日 當年巴西特朗普 上台的時候 又二十文二十五 砍伐了很多 亞馬遜 流域 附近的 松林 大家知道 破壞了 全球的生態環境 那 當年 為什麼這麼強盛呢 因為 特朗普同時上陣 這個世界上的章 不會缺特朗普 大家留意 荷蘭 阿根廷 老美 世界各個都是 也都證明 人民 其實日子過得很差 你一個國家 如果要穩定 是不可以靠民粹的 你當選 可以靠民粹 令到大家緊張 或者恐懼 那 所以 民粹 是影響著全世界的 但是 現在 今時今日的 世界局勢 你靠民粹 是沒有辦法 去治理國家 找食 你猜 對 找不到食 對不起 民粹找到食 找不到 你可以上場 好像我們以前說 馬上得天下 不可以馬上治天下 你治你一個國家 你要找食 當然 你不可以靠打仗 打仗是一時的手段 但不是長久的方式 很簡單 我們也看到 有不少的阿根廷人 表示 很羨慕 你們中國 可以制定 五年的規劃 即是說 我們五年的規劃 即是現在十四五規劃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規劃呢 就是國家應該要去穩步發展 我相信每一個領導人都很清楚 但是 怎樣去走這條路呢 中國的經驗 就可以讓阿根廷做到很多事情 之前我們看到 這傢伙 亂講話 麻煩了 阿根廷 但是看到現在他的做法 就似乎是 沒有那麼嚴重 還有 可能 有一個新的局面出來 我們將他分為兩個人 一個就是選舉前 一個就是選舉後 選舉前 當然要符合 人民的想法 要不然我想不到台 選舉後 我面對著這麼多問題 我當然要想個方法 去搞定好 令到我可以繼續這樣 去執政 或者成為人民外帶的一個領導人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說 你不跟中國談 跟誰談 還有老美很明顯告訴你 我現在要去做的 就是做所謂的有岸外包 我就要去小丸高場 總之我周邊的國家我就來了 喂 我只是做你老美 那我就被你壓殺價 大家知道中國做生意 永遠都是 你贏我又贏 大家開心 錢 我不妨多給 但是我多給你 我國家的物價 我始終都是維持在一個非常健康的增幅度 1% 2% 甚至是有時候跌下來 為什麼 喂 我不是謀取暴利 不是謀取暴利 這一點才是最正的 還有始終都是一點 全世界都看到的 人民幣國際化 走得行興奮奮 超出預算 以前打算是一架幾十公里的火車慢慢走 5年10年後才人民幣國際化 誰知道最近看到的資料真是呆了 你說 一個國際化的貨幣 你想不想要 購買力很強的貨幣 想不想要 不是說美元 說人仔 你賺不賺人仔 你看看數字 你就會很驚訝 什麼 中國和我們是最大的貿易國 金川國家加入了我們 喂 真正 生意有時間做 有錢 就什麼都有了 老美不是 老美跟他說 你要幫我制裁中國 然後我給你武器 給你 就是 你覺不覺得 這些是 癡癡地 老美 給武器給人 是呀 先交給你 獨裁的了 越來越獨裁 是嗎 想控制全世界 每一個國家 他們的管治 還有要改別人的想法 講開 我們不要忘記 未來總統 本身是一個什麼人 經濟學教授 OK 如果他推行一些新的經濟政策 要怎樣 要找一個有實力的國家 或者partner幫忙 現在你放諸海外 周圍來看 誰的經濟實力最強 誰的科技最多 是不是 多方面 天空 上至太空 落到海底 什麼科技 什麼產業念 你要什麼有什麼時候 如果我想扭轉我國家的頹勢 一個經濟學教授 滿有理念的教授的話 是不是將會 要變遷呢 但是變遷都要有個實力的partner支持 開始 我們大家 是不是應該有一種新想法 絕對 還有速度會極快 大家記得我們之前提過 一千公里的超級高鐵 現在的情況就好像這樣 大器一鏡 還有世界各國 或者各大資本家 都報局了 大家留意這一點 好了 今天多謝一聲 我們下一集 再和大家聊聊其他有關的 國際大事 拆局 挺有趣的 多謝 感謝各位的支持 記得訂閱大會上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為何我在節目之後 去提大家 其實應該在節目前 但習慣了在節目後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 好 拜拜 各位 好 拜拜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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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